還有為了化解用水危機 增加水源 台南市的水利局 重啟台南大湖的計畫 就連公共工程會的主委 李鴻源也表示贊同 未來將花兩年時間 總共十二億元 新建一處一百五 一百一十五公頃的制洪池 來回收農業灌溉回歸水 以及民生的污水 以進化在進化處理之後 提供給南科次級工業區來使用 就提防前一望無際的農田 就是台南市規劃重啟 台南大湖的區域 再加上修建舊堤防 預計將花費十二億元 未來會有一處一百一十五公頃 可蓄水四百零二萬立方米的制洪池 兼具蓄水和制洪功能 我們在散化地區 不管是農田灌溉以後的回歸水 或是市政的民生的這些的廢水 再做一個水質淨化的處理 讓平常這些水再回收 到我們這個比較小一點的 這個蓄洪池裡面 另外從鄭文西叛到堤防內 一千五百公頃土地 多數屬於台塘農地與國有地 將作為輸紅區 花定城特地農業區限制使用 並且提供淹水補助 而開花赤紅池與整地輸菌土方 將一致提防邊強化功能 而這一切的規劃 環保團體指出恐怕功能有限 尤其是枯水期間 同時環保團體也要求儘速召開工廳會 公布規劃細節並且進行環評 否則連兩年的完工時程都敲定了 民眾卻完全不知情 效益是否如規劃都需要審慎評估 記者李璇莫昭全台南報導